近期美国初创公司Hermers发布了一段影片 展示了他们研发的涡轮联合循环发动机 该发动机成功实现了涡轮喷气和冲压发动机之间转换 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5马赫高超音速飞机不再是梦 这是TBCC技术中一个重要的技术里程碑 我们知道 目前飞机的发动机 飞机的急速记录仍然是著名的SR71黑鸟高速侦察机的3.32马赫 而之所以无法继续提升的关键就在于没有合适的引擎 上一代战斗机常用的涡轮喷射引擎采用的方式是风扇进气再压缩 速度能够达到2马赫以上 但在接近3马赫时 过高的气流压力会造成风扇受损 比如熊三飞弹这样的3马赫武器采用冲压引擎 结构简单 并且少了风扇结构 能够直接在高速气流下引爆燃料 从而为飞弹提供更大的推力 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它的初始速度必须足够快 所以熊三飞弹的发射才会有两只助推火箭进行助推 当速度达到2马赫时再启动冲压引擎 那Hermers的TPCC引擎有什么特点 是怎么做到5马赫的 Hermers公司刚刚测试的TPCC引擎叫做Chemura 核心是一台带加力燃烧式的G815窝喷发动机 但是这台发动机前端外围以及尾部 形成了一个冲压发动机的枪体 简单的说就是Chemura引擎 结合了两种截燃不同的喷气推进形式 在低速情况下 采用传统的涡轮喷射发动机 零速度下启动 涡轮吸入空气 经过多级压气机后 进入燃烧室混入燃油点燃 推动高压涡轮工作 带动压气机 最后进入尾喷口 而当速度达到3马赫 进入高速环境时 涡喷前方的进气道关闭 形成冲压预压缩进气道结构 气流冲涡喷发动机的周围流过 到后方的加力燃烧式点燃 这时候发动机就会变成一台冲压发动机 这样速度就可以达到5马赫 而当要返航降落时 Chemura引擎就会再次转换回涡轮喷射引擎 以普通飞机的形式降落 这种组合式发动机是TPCC的一种 绝对是未来高超音速飞行器的动力来源 用首席执行长皮普利卡的话说 就是Chemura引擎证实了TPCC是可行的 具有航空技术里程碑的意思 而且TPCC非常经济 Hermes团队已远地于其他竞争同行的预算 以极快速的设计来实现此事 仅用时21个月和1800万美元 成功为这种发动机开辟了一条新的技术路线 不过目前Chemura引擎搭配工作的是 亚燃冲压发动机 它的急速也只能达到5马赫 而它未来的突破方向 不用说肯定是朝着超燃冲压发动机方向发展 一步一步的突破速度的极限 或许在未来电影里的暗星也能成为现实 另外 Hermes公司低成本高性能的创新方法 必然引起同行和美国国防部的注意 Chemura引擎是为了搭配Kart Haas高超音速飞机研发的 Hermes公司的目标是明年开始进行飞行测试 而除了Hermes公司外 洛马公司也正在研发高超音速飞机 黑鸟之子SR-72 SR-72黑鸟之子并不是直接在SR-71黑鸟基础上发展的 之所以称它为黑鸟之子 完全是因为两者都来自同一个团队 没错 就是大名鼎鼎的洛马臭幼工厂 SR-72的研制过程高度保密 目前详情火力军还不清楚 有说有人驾驶的 有说无人驾驶的 有的说比SR-71小得多 大概只相当于F-15的级别 有的说和SR-71差不多大小 甚至连SR-72这个名字也并不那么正规 不过也有几点大家意见基本一致 一是SR-72肯定存在 二是速度必然在6马赫以上 关于美国研制高超音速飞机的传闻 其实早在1989年就有过 当时有报道说 有人看到一架三角形飞机在KC-135飞机上加油 两架F-111在一边护航 1990年航空周刊登了一篇文章 说是美国空军正在秘密发展一种名为极光的飞机 当时美国空军以B-2为名给挡了过去 但这事谁又说的准呢 毕竟上整个90年代 关于高超音速飞机即将首飞的消息始终没断过 但也一直没有确切消息 直到2013年11月有媒体撰文报道 臭油工厂自己承认正在研制SR-71黑鸟的后计机 预计2023年会用一架小型演示飞机进行试飞 SR-72正式版大小与SR-71差不多 主要用于卫星 无人机 以及其他亚音速侦察机难以顾及到的地区 以及临时急需的快速情报侦察 按照落马公开的图片显示 SR-72并没有采取类似X-51那样的承波体设计 反倒是采用腹部楔形进气道 看上去和普通的战斗机有些类似 当然这个进气道里面名堂肯定不少 否则难以满足高低速两种工况下发动机进气要求 就是不知道落马公司会不会采用Hermers公司类似的设计 从图上看 SR-72的机身有明显的挤背 并且和垂尾连成一体 这样做有助于在高速飞行时获得更好的方向稳定性 小展现笔机翼前缘有明显阶梯 那一段向前延伸形成边条翼 多少说明SR-72也比较注重低速机动性能 并不是一匹只能飞奔的野马 但无论如何 6马赫的速度是必然的 所以拐弯的半径怕也是得上百公里开外了吧 如果研制成功的话 至少从目前来看 还没有什么武器能对SR-72形成威胁 目前最快的战斗机也不过3马赫级别 对付同围3马赫的SR-71尚且有压力 对6马赫的SR-72只能望极星探 一般的地空导弹也达不到这个速度 只有部分顶级的反导系统能够派上用场 但反导系统原来对付的目标是机动性不强的弹道导弹 用来对付高速飞行的飞机 这恐怕又是一个新课题 SR-72的高速和部分雷达隐身措施 对敌方的防空系统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很容易就会出现要么发现不了要么发现了打不下来 甚至还会有跟本来不及打等情况的发生 而且按正常的想法 这么好的飞机不挂点导弹什么的实在有点可惜 当初SR-71就有过作战型号A12的计划 而在SR-72计划中也是有挂在导弹设计的 虽然并没有说明是什么导弹 但这种飞机显然拿来打空战有点不太合适 这样一来SR-72又能成为一款高超音速的攻击轰炸机 这对其他国家而言更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而通过之前讲的Tamira引擎 SR-72目前主要的难点 一是要如何解决同时适应低速起降 和高超音速飞行两种工况下的联合循环超燃冲压发动机问题 是否会采用与Tamira引擎同样的设计方案 或者在其基础上更进一步搭配超燃冲压发动机工作 这样骑马赫轻轻松松就能达到 二是要如何解决高速飞行时气动加热效应下的耐高温材料 毕竟以5马赫飞行时机体外表加温可以达到1000摄氏度以上 据说骆马的工程师正在考虑复合材料 如高性能碳、陶瓷和金属混合物 用在关键部件上 2013年SR-72刚被确认时 说的是2020年首飞 但后来又说要推到2025年 这么说起来其实也太快了 反正火力军是挺期待的 至于会引起美国国防部的注意 是因为火力军觉得 Chemera引擎技术可能会被用在高超音速导弹上 最近美陆军和海军测试了第一级固体火箭发动机 可以说美国迅速发展的新一代高超音速武器 又朝着实战应用迈出了一步 SRM是美陆军远程高超音速武器计划 和海军常规快速打击武器计划的一部分 LRHW和CPS是两种高超音速远程和精确制导武器 能够以5倍音速飞行 进而摧毁目标 这次美陆军和美海军的测试 是SRM第二轮实际测试 旨在为高速远程精确打击 创造前所未有的战术优势 SRM被称为新型导弹助推器的第一级部分 它将与通用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配合使用 CHGB是一款弹头 将为美陆军和海军的高超音速武器带来新的高速杀伤力 通过此次测试 美军会对发动机进行评估 并为作战准备新的导弹部件 而现在Hermes公司CHMIRR引擎的成功 证实了TBCC方法的可行 势必会引起美国国防部的关注 或许真的会将相关技术应用到高超音速导弹上 另外 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还有美海军10月28日发表的声明 该声明称 此次静态点火测试标志着第一级SRM首次包含推力矢量控制系统 该系统是导弹助推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使火箭发动机能够在飞行中具有机动性 就是说导弹能在空中变相 增大了拦截难度 增加了打击成功率 而飞行中的机动性将会成为美国高超音速武器的关键特质之一 目前美陆军的武器研发人员正在致力研发一种技术插入 使武器能够摧毁多个目标并对移动目标做出反应 如果成功 敌人的装甲车队和其他移动车辆等机动目标将不再是威胁 而想要达成这一目标 可能需要对武器的制导系统进行调整 虽然出于安全原因 相关细节通常不对外公开 但我们不难推出 相关的配置调整绝对会涉及到数据传输 而相关的技术则非常有可能是双路数据链 因为通过这种数据链 即便是飞向目标的机动弹头 也可以在几毫秒内收到新信息 并在必要时改变路线 高超音速武器的作用对美国来说十分重要 美国最新推行的全域作战概念 就离不开高超音速武器 该作战概念将整合现有条令的各个方面 呼吁建立一支一体化联合部队 可拒止对手控制陆海空天和网 况且俄罗斯一直在反介入区域拒止方面不断扩展 作为对手 美国的联合部队可能不得不利用联合权域能力 来争取暂时性的防御渗透时刻及机动自由 而无法像过去二十三十年前那样在冲突中全面压制敌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 若是有少量的高超音速导弹 就可以帮助美国赢得暂时性防御渗透时刻及机动自由 使美国生存能力较差的平台和投送工具可穿透敌防御层并实施打击 而大量高超音速导弹将有助于联合部队实现近乎永久压制敌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效果 只不过美国虽然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发展高超音速武器的国家之一 但至今甚至还没有装备高超音速武器 俄罗斯的高超音速武器上研发虽晚于美国 但俄罗斯成果和装备的速度实则都优于美国 俄罗斯目前已装备或再实验三款高超音速武器 并涵盖了空机、陆机和海机三大领域 如空中发射的匕首导弹 该导弹的最大飞行速度可以达到15倍音速 采用陆机发射的先锋导弹可以达到20倍音速 采用海机发射的告尸导弹也可以达到7倍以上的音速 反观美国的高超音速武器发展进程一波三折 近20年时间里 美国先后实验了南法赫X43HTV2猎鹰X51乘播者等项目 最新的X51乘播者无人高超音速试验机 最早于2010年5月25日进行首次试射 最后一共实验了四次 其中两次以失败而告终 在过去近20年时间里 美国至少在高超音速武器上实验了95次 但这些技术最终没有一向成功落地的 如今美国的LRHW终于要在2023年前交付了 美军希望它拥有优良的速度和机动性 同时这也是火力军除了SR-72外 另一个期待的目标 好了 关于HMIRR引擎 SR-72以及美国的高超音速武器发展 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一起讨论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